你知道恶搞之家都是怎么嘲讽俄罗斯和污染的吗 话说当年布莱恩告诉家人们 他准备开直播讲述他的写述心得 只不过没人愿意多看他一眼 他只好独自一人在饺子房间里开启了直播 事实证明 没有活就没人看 布莱恩直播间总共也就只有三个人 其中两个是打广告的 还有一个是克里斯的小号 他们实在不忍心看着布莱恩受到打击 索性开小号来支持他一波 就这么过了几天以后 布莱恩收到官方消息 他作为知名作者 现在可以申请账号认证 狗子一看这玩意儿就别提多抬心了 只不过当他显摆着哪里饺子看后 这一切都变了 因为饺子发现本应该是蓝色标志的账号 居然变成了绿色 这很明显就是被人把账号给黑了 布莱恩很明显不信 对方说只需要提供母亲的姓氏 信用卡的后四位 以及信用卡的前十二位就可以了 然后他们就立刻发来了回复 说谢谢他的配合 认证已完成 此时信用卡公司突然打来电话 问他是不是买了大量的衬衫 布莱恩自然不能就这么承认 钱又不是他花的 不过他此时也终于明白自己确实被黑了 这给他气 都恨不得杨了那个黑客 事已至此 信用卡已经被冻结了 但布莱恩担心的是黑客毁了他的账号 他可是个有头有脸的名字 饺子无所谓的说让他把账号给黑客算了 反正也没多少人关注 他发的文章甚至都不如黑客随手发的牢骚有意思 但布莱恩并不这么认为 他必须得拿回他的账号 因为他曾经给隔壁镇子的母狗发过很多奇怪的词信 他账号的家伙 梅根表示这是交给他了 他可是非常擅长追踪网络流氓的 毕竟只有流氓在喝醉酒的情况下才会去骚扰他 这可是他求之不得的事情 梅根很快就把地址定位到了俄罗斯 并且还小秀了一段俄语 毕竟他经常上网看一些超级黑暗的视频 在前一幕话中就慢慢地学会了俄语 然后他又根据经纬度和时区 以及对方的语言习惯 很快就把位置锁定到了俄罗斯的车里亚宾斯课室 所以说现在去找那个臭不要脸的还是怎样呢 布莱恩严肃地说当然得去一趟俄罗斯 可饺子并不这么想 毕竟俄罗斯正在跟乌克兰打仗 去那里不是找死了 不过他的反对并没什么用 其他人还是想去一趟 然后他们就乘机飞达俄罗斯的奥斯瓦尔德国际机场 只不过当他们在安检处检查完护罩准备走时 一行人很快就打车来到车里亚宾斯课室 只不过这里因为战争原因已经有些破败不堪 但饺子还是觉得这里挺不错的 如果待会儿时间充足的话 他还想顺便去趟库斯聂祖夫的茶叶包装场参观呢 据说至今已经有一百年的历史了 布莱恩让他不要瞎扯的 他们得赶紧找到那个黑客 换位思考一下 他会藏在哪里呢 梅根淡定地说跟着巨型以太网线拦走就行 布莱恩敲了敲房门 大家都是一副苦大仇深的表情 只有饺子开心地向来旅行人 此时一个黄毛打开房门 质问他们到底想干什么 梅根自到奋勇地上前交涉 问他是不是偷了布莱恩的账户 黄毛表示实在抱歉 随手发了条消息就有傻子信 不如进来坐坐喝杯茶 咱们慢慢聊一下 其实这个俄罗斯黑客完全就是个屌丝 他竟然问布莱恩 这位美丽的小姐是你的妻子吗 当时就给梅根整得挺不好意思 赶紧说自己还未婚呢 黄毛说像他这么美丽的女士 人生中还是第一次见到 你真的说那样吗 啥 他已经死在了战争的轰炸中 他曾经的家已经变成了一片废墟 这里成了他的临时住所 他之前住在一个水坑里 结果太阳把水坑给晒大 他愤怒地向太阳大吼 把房子还给我 但没有任何回应 所以每天早上醒来 都要朝着太阳设一发 饺子说这要是把每天设一发的视频 发到网上去 肯定会大红大索 很显然他没听懂黄毛的言外之意 事情已经处理完毕 饺子一行人准备返回原格阵 但梅根却表示 他虽然是来帮布莱恩寻找账号 但他却找到了更为珍贵的东西 他一生的幸福 他并不想回家 只想待在俄罗斯 在这个国家 女性的体毛是被推崇的 他可以从地里现挖根筋类蔬菜吃 并且不会被荡成神经病关系 特别是昨晚跟黄毛啪啪啪的时候 他说梅根 你的腰臀就像是马儿一样强壮 你听听 多么动听的情话 他在俄罗斯是可以算得上八分美女 所以才想留在这 行吧 人个有之不能强求 你能想象恶搞之家 有在俄罗斯后 他就感觉整个人都变得飘飘欲仙 这个世界上没什么地方 能比这里还能让他幸福 梅根在这里一大段个人赌场 感兴趣的可以来看一下 还是挺好听的 视频在21级的第二世纪 咱们书归正传 梅根在俄罗斯已经住了有一段时间了 在这段时间里 他感觉真的棒极了 经常参加当地妇女们的农业活动 而且还吃了一顿丰盛的午餐 一大盘刚从地里挖出来的甜菜根 黄毛夸她的胃口 就像是西伯利亚海象一样好 而且闻起来香香的 看着就是一副秀色可餐的样子 不得不说 战斗民族不愧是战斗民族 竟然能正面硬钢骨神 果然是个汉子 虽然甜菜很好吃 但梅根偶尔也很想吃一顿 传统的美式知识汉堡 黄毛惊慌失措地看向梅根 发现他脖子上扎着一根飞镖 当他推开窗户后发现 两名特工已经开车迅速撤离 并且还放下狠话 古大帝绝不容忍 哪怕一丁点的批评 遗见者医院内 黄毛守候在昏迷的梅根身边 梅根此时迷迷糊糊地问 黄毛到底发生了什么 黄毛告诉他 在这所医院里的 都是在社交媒体上 发布了敏感内容 而被物理封禁的 梅根不解的问不就是甜菜根吗 那有什么呀 黄毛让他赶紧住嘴 古大帝对质疑 俄罗斯生活方式的言论 深恶痛绝 这时旁边的病人 也说古大帝是真的很玻璃心 黄毛看到梅根没事感觉很开心 他寸步不离地守了一整晚 梅根对于爱人的爱感到很幸福 只不过他已经没钱 付给医院的天价账单了 黄毛一听就懵了 这一切都是免费的 就算在俄罗斯这种地方 医疗保障也是最基本的人权 是由上层买单的 难道更富有更优越的美国 没有这种事情吗 几天后 在切尔诺贝利附近的公墓里 黄毛正带着梅根出门野餐 虽然他很喜欢跟爱人待在一起 但为啥要选择墓地这种地方 黄毛说之所以带你来墓地 是因为这里是个特别的地方 只有在这里 才能见到他的父母 就在旁边埋着 梅根震惊了 他遗憾地对黄毛道歉 黄毛淡然地说 他们被野狗大卸八卦 走得非常安详 不用太过自责 在医院的那段时间里 他真的非常害怕失去梅根 在那一刻 他意识到自己希望能和他允护分野 所以说 你愿意嫁给我吗 梅根 我没什么能给你的 不过我妈的订婚戒指 给我留下来 你愿意吗 梅根 你愿意让我成为 全俄罗斯最幸福的男人吗 即使他现在什么都给不了 梅根激动地说着 我愿意 黄毛把戒指给他戴上后 当即就想带他去拍一张 身着棕色服装 而且不苟年效的订婚照 黄毛说他已经等不及 要把梅根的照片 刻在他们家祖坟的黑色墓碑上 摄影师正式问他们背景图 是选择冰冻台员 还是泄露的核反应对 转天上午 在东正教堂内 神父正在主持梅根和黄毛的俄式婚礼 经过漫长且枯燥的祈福后 神父宣布乌克兰是俄罗斯的固有领土 顺便宣布黄毛和梅根正式结为夫妻 当晚 在埃斯比斯托西方酒店内 黄毛说他已经给他们升级成了终身总统套房 窗户非常大 大到能通过一辆T62坦克 但梅根并没有高兴 反而神情惆怅 黄毛问他到底是怎么回事 是觉得房间不够大 还是说这里的酒水不好喝 又或者是想念家人啊 对吗 梅根说他确实很喜欢这里的生活 但他很难过父母错过了自己的婚礼 黄毛兴奋地说我们不如去美国探亲吧 这样他们就可以庆祝我们的婚礼 再跟我们郑重的道理 梅根一听这个办法确实好 当时就想打电话给路易斯他们 只不过当他掏出手机后发现 这里竟然没有一点信号 黄毛让他用自己的手机 这里唯一能用的服务就是国有的俄罗斯封屋网络 虽然一举一动都受到监视 但也没啥好办 梅根拿着手机向外走去 此时酒吧老板恭喜黄毛终于可以拿到婚姻绿卡 黄毛也嚣张地说没有比梅根更傻了 他马上要去美国享受全新的人生了 然而让他没想到的是 梅根把刚才的对话听了个清清楚楚 这整件事竟然都是骗局 他必须让这个渣男付出代价 然后就用黄毛手机发了大量吐槽 大地和俄罗斯的言论 都没用两秒钟 大批客栈队员直接封锁了酒店 二话不说就冲进酒店 对准黄毛就是一顿秃秃 直接给他扎成了红色刺罐 OK 今天的故事就到这里 大家有什么想说的 可以点个关注 留言互动 爱你们哟 么么的 布莱恩作为既想套狗又想套人的狠角色 他找女友的品味也是非常独特的 话说当年 饺子和布莱恩到嘉年华游玩 狗子本想让饺子陪他玩一会儿扔球游戏 但饺子说他从来都不在公共场合扔球 布莱恩只好叹口气 看看能不能让店家把棒球给退掉 妹子你真酷啊 我喜欢你的纹身 你是说这个吗 这是美漫大嘴巴里的一个角色 没看过大嘴巴的可以去看看 很黄很暴力 原来你也喜欢看这个呀 那有时间一起出来吃个饭吧 切磋一下球机 算了吧 不过我会在后面那个一栋厕所里等你 给你看看我的篮筐 哎呦我去 原来你也喜欢那个环境吗 给我说的都饿了 饺子 咱们待会儿见吧 饺子问布莱恩到底干什么去 难道他自己要跟这些无所事事的废柴待在一起吗 这种人是不会振作起来的 永远都不会 当天晚上 布莱恩晕晕乎乎的回到家里 看那个样子 应该是没少喝 喝得都忘记饺子叫什么了 气得饺子用鄙视的眼神看着布莱恩 这家伙不会把酒精灌进脑子里的 现在的布莱恩已经断片了 毕竟喝了整整一下午的劣质酒精 他能回家就很不错 但不管怎么说 那个女孩 安博是他的理想性女友 你不知道问一个女人的年龄是很不礼貌的事情 再说了 管他多大了 只要是个女的就行呗 但重点是 他三天后就要跟着嘉年华队伍一起离开原格镇 所以 今天下午 他们就一直扣篮 扣篮 扣篮 扣到篮筐起白幕 最后说再见 哦对了 还有件事要确定一下 堕胎在罗德岛还是合法的 转天上午 饺子发现布莱恩从一辆破面包车上走下来 狗子想趁这个好机会 给饺子介绍一下自己的女朋友安博 安博一见到饺子就感觉非常惊奇 他也没想到饺子居然真的成精了 要不然待会儿把你塞进旅行带 拉好拉链 趁你还没反应过来 咱们直接去印第安那州吧 啊不 不用吗 布莱恩兴奋地邀请安博到家里去坐坐 但安博反手掏出T恤刀 一边刮胡子一边说 只在这里停几个小时 主要就是来看你最后一次 布莱恩亢奋地告诉角落 跟安博打篮球简直不要太爽 特别是在他那辆破面包车上打球 那种氛围和情绪不是你能想象得到 我打篮球从来都没有这么爽 小子相当不屑地说 他有鲁伯特这个小怂斐被陪着 用不着跟他显摆 不过话又说回来 你女朋友的车严重影响了邻居们的出行 他们觉得这辆车太碍眼了 必须报警 让老乔他们处理掉 两天后的一个上午 布莱恩突然收到安博发来的短信 想跟他好好谈谈他们之间的关系 小子怀疑安博应该是来找布莱恩催婚的 看来我得抓紧时间跟他分手了 布莱恩本来还在想怎么开这个口 但没想到安博竟然先开口提出了分手 布莱恩一听就不高兴了 你凭什么跟我分手啊 是啊 我想了好久了 咱们之间没什么共同点 你连一句摇滚歌词都不知道 也不知道任何怪物卡车的名字 谁说我不知道的 我知道一个叫坟墓制造者 布莱恩不明白到底是为什么 是因为他打球的球技不行 还是说他扣篮的力度不够 哇哥妈 我知道你很伤心难受 但那个女人在偷咱们家的形象 赶紧抓贼啊 当天下午 饺子本想和玩剧们玩真心话大冒险 他刚说了还没几句话 布莱恩就严肃地说 无论如何他要跟安博复合 啊 你不是想赶紧跟他分手吗 布莱恩 你确定这不是你那受伤的自尊在做怪吗 啊不 当然不是了 我都能够想象我们在一起之后的幸福时光了 他那种四海为家的生活真的非常浪漫 真的是这样吗 饺子很明显不幸 是在公共厕所里凑合洗澡浪漫 还是说用饮料瓶当厕所浪漫 在我看来 你只是无法接受被这样一个女人甩而已 一个你觉得配不上你的女人 好吧 算你狠 我就是这么想的好吧 我一定要把安博迎回来 然后再狠狠地抛起他 嘉年华地撤离现场内 安博正在收拾自己的货物 此时一阵躁动的摇滚乐突然传来 只见布莱恩高举磷待机 喇叭随着劲爆的歌曲在不停震动 一人一狗就这么你看着我 我看着你 眼神里满是不舍与爱意 布莱恩真挚地恳求安博能跟他复合 为此还特地带来了礼物 一包小飞棍和一些含戒烟药的口香糖 安博 我们之间的感情很特别 我希望我能和你一起白头鞋了 我也是这么想的 我愿意跟你重归于好 布莱恩 但如果我们是情侣的话 那就代表你要跟我一起四处漂泊 居无定所 这是我的宿命 那还等什么 直接走吧 亲爱的 那要这么说的话 你是同意跟我复合了对吗 既然这样的话 我们就再次正式成为情侣 而现在有句话我不得不当面告诉你 很高兴认识你小伙子 你千万不要让他伤心 明白吗 上一个抛弃他的男人 已经被砍掉作案工具 并且丢在鸡老酒吧里皆可 OK 今天的故事就到这里 大家有什么想说的 可以点个关注 留言互动 爱你们哟 摸摸的 饺子作为恶搞之家最邪恶的主角 他的诞生竟然只是一次意外 话说当年 原格阵F4不幸落手遇险 就当鳄鱼准备开婚时 一根绳索突然把皮特他们 从水里拉了上去 就在众人欢呼之余 大荒市长起码走不过来 得亏他家里是开农场 多少有点套马的经验 要不然还真拉不住这几人 大荒市长凯旋而归受到了 市民们的荒乎崇拜 特别是角度 他觉得大荒市长才是真正的英雄 总能在关键时刻力挽狂澜 他以后也想要当市长 布莱恩称赞饺子有个崇高的理想 可以先从了解政治和积极参加学校活动开始 就在此时 一个让饺子极度讨厌的声音传来 道格拿着一大落传单站在饺子身后 他没想到能在这么隆重的地方碰到原格阵的啥 就像是上次穿着短裤 从滚烫的金属滑梯上滑下来一样 饺子不服气地表示上次只是失误 但人总会犯错的不是吗 那你在这里发传单做什么呢 道格说正在竞选幼儿园临时小队长 因为竞争对手诺亚首足口病 而不得不退出竞选 所以他成了唯一的候选 饺子一听还有这事 当即决定也要竞选临时小队长 他一定会打败道格那个壁士 既然想参加竞选 那就得让布莱恩做饺子的竞选负责人 可狗子始终不明白到底要做什么 饺子让他负责建立专属战情室 情报室以及啪啪啪室 布莱恩虽然不明白最后一个东西是什么鬼东西 但看在饺子恳求的份上 他也只好同意 转天上午 饺子把自己的竞选海报贴在教室的展览墙上 道格此时走过来问他是不是也想参加临时小队长的竞选 他倒没有别的意思 反而希望能公平竞争 忘记从前的那些不愉快 饺子无所谓的表示他早就把以前的事情忘干净 而且他也并不在乎那些小事 然而饺子话还没说完 道格就把海报也贴到了展览墙上 无情的嘲讽饺子的竞选宣言就像是他的尿布一样 就是驮大便 同学们纷纷嘲笑饺子 并且还要把票投给道格 这让饺子从此刻开始彻底记恨上了道格 这次竞选不是你死就是我活 当天下午 布莱恩发现饺子的房间里整个跟缅甸电炸员趋势 克里斯跟他报告说同学们都认为他很清高 环队需要他做点清明的事情来引导舆论 并且还需要在游乐场里露面一次 拉拢完敲敲板的孩子和滑滑梯的孩子 顺便再对攀爬架子的孩子们表达一下善意 竞选辩论会当天 饺子为了彻底打败道格 准备先下手为强 让同学们站在他这边 很明显 道格的面子工程准备得很到位 而且为了进一步打击饺子 他还扒出了他曾经参与反对游行的事情 顿时就引起了同学们的疯狂嘲笑 连老师都对饺子嗤之以鼻 不过就在此时 道格突然止不住地颤抖 看样子好像是要憋不住的事 饺子也以为他要拉裤子 但没想到只是放了个气儿 但这也足以让饺子绝地反击 准备给他取个臭皮道格的外号 以此来打击他的支持率 然而 道格的支持率竟然又涨了一大截 因为大家都觉得这件事 让他显得更加亲民了 进一步拉近了与民众的距离 气得饺子也想当场效仿一下 时间转眼来到晚上 饺子想让克里斯再收集一些对手的黑料 但没想到他竟然转头 做了道格的支持者 克里斯觉得饺子的竞选 已经是一艘即将沉默的小船 他需要追随另一个赢家 所以就对不起 饺子不可置信地看着小胖子 他就这样抛弃了亲地里 既然克里斯靠不住 那就只能由他亲自找一些道格的黑料 他让布莱恩在外面替他放风 而他则偷偷溜进道格的房间找黑料 不过在临走前还是警告布莱恩 不许舔他的蛋蛋 饺子偷偷爬进道格的房间 很快就在抽屉里发现了写着他名字的信号 里面写满了关于饺子的弱点和黑料 看着上面对自己的诽谤 气得饺子都恨不得当场手撕了那个臭不要脸 不过饺子也发现了道格的黑料 他都这么大了 竟然还在用奶子 这要是让媒体知道了还不得炸翻天了 转天上午 饺子义正言辞地说他发现道格居然还在用这种东西 说着就掏出了奶子 饺子质问同学们 你们真的愿意投票给一个长不大的孩子吗 他可并不这么认为 他才是天命所谓 当然面对饺子的攻击 道格并没有惊慌 反而讲述起了饺子的家庭成员 大家都知道他有一个哥哥和一个姐姐 但大家有没有想过 为什么他们的年纪要比饺子大很多呢 经过他的调查发现 饺子其实是意外怀上的孩子 饺子愤怒的质问道格到底是听谁说的 道格表示他有非常可靠的情报来源 他曾秘密会见过一个神秘人 是他透露了饺子意外出生的秘密 而这个人就是饺子的 饺子现在感觉整个人都不好 道格竟然为了赢得竞选 已经无耻到不惜使用谎言和诽谤 他居然说饺子是意外怀上的孩子 是个错误 布莱恩想了想 表示也不是没这个可能 虽然饺子并不认同 但事实上他确实比克里斯和梅根要小很多 路易斯和皮特连着生了两个孩子 一个儿子和一个女儿后就停下来 毕竟以皮特微薄的薪水而言 养他们俩就已经很失利了 难道你就不觉得有点习惯吗 他们为什么会在路易斯四十多岁 已经错过黄金生育期的时候再要一个孩子 虽然没有事实证明 但如果计算一下的话 是有点合理的 饺子的表情慢慢变得震惊 如果这一切都是真的 那简直太糟糕了 残酷的真相让他一时难以接受 那个臭娘们竟然从外都没打算告诉他 他的出生是个错 为了报复那对狗男女 饺子决定要复仇 大声播放叛逆的摇滚乐 让他们知道自己的厉害 可让他没想到的是 皮特竟然还挺喜欢这首歌的 当时就给饺子整不会了 他不应该感到不满吗 是 确实有点不满 这个声音也太低了点了 得调大一点才够劲 让皮特这么一整 不光把老乔他们给吸引过来 甚至还把楼上的路易斯也拉了下来 饺子看着这群妖孽在狂魔乱舞的样子 小小的眼睛里充满了大大的疑忽 这群人怎么不按套路出牌呢 时间转眼来到下午 克里斯喊住脚 他相信不论是谁泄露了意外孩子的世界 从而破坏了饺子的选举 但那人都不是有意针对他 克里斯左右环顾无人后 神神秘秘地要给脚子看一样东西 饺子乱乱想到 克里斯竟然把所有的小电影分门别类 紧紧有条地整理在一起 克里斯骄傲地表示 他整理的小电影是最权最新的 绝对可以让饺子大开眼界 饺子无奈地说 要是你把这股镜头用到学习上 早就成为学霸 克里斯骄傲地说你这就不懂了 我这里有很多明星的私人啪啪啪影片 都是全新未拆封的 每一部都价值15万美元 但如果没打开的话 那你怎么知道是真的呢 克里斯自信地表示当然是真的 这就是瑟瑟社区的信任 饺子嫌弃地让他别再提什么社区了 听上去就不像什么好东西 书归正转 我觉得你可能会对其中一个感兴趣 那就是路易斯和皮特的啪啪啪录像 时间正好是饺子出生前9个月 克里斯竟然有一整个饺子的父母啪啪录像带 小胖子自豪地说 他在家里安满了声音声感应摄像头 只不过有很多都是皮特上厕所的视频罢了 深夜 饺子敲咪咪地把录像带插进放映机里 电视里很快就出现皮特那个肥瘦的声音 他本来想给真实世界节目组录制自我介绍 但没想到路易斯突然感觉欲火焚身 根据皮特的猜测 应该是路易斯的排卵祈祷 然后 这两人就在饺子惊奇的目光中 上演了一场男女对抗赛 给饺子幼小的心灵造成了成敦的伤害 转天下午 饺子带着临时小队长的帽子回到家里 布莱恩没想到他竟然真的能赢 他还以为意外降生那件事会断送掉他的前程呢 他到底是怎么赢得选举 饺子淡然地表示70%孩子的父母都没结婚 而另外30%都是意外怀上 现在已经没人结婚了 他们班里有个孩子甚至都没有父母 他就这么凭空出现了 睡在一个小房子里 另外 道格今早在通勤飞机失事中丧生了 OK 克里斯为了赢得同学们的崇拜 竟然想偷拍路易斯的预兆给同学们看 这究竟是皮特的遗传还是夸哥的教所 话说当年 路易斯收到克里斯学校的招聘启示 招一个取代以顾特兰登先生的代科老师 他顺手就报了个名 然后学校就顺手同意 克里斯一听人都傻了 这让他怎么在学校里混呢 而且当老师不是得需要硕士学位吗 路易斯狡黠地说只要告诉学校有就行了 只要专业技术过硬 有没有学位 他们就根本不管 谎言只是他施展才华的敲门砖 专业才是他的必杀技 虽然路易斯当老师已经成了定局 但克里斯还是非常反对母亲的决定 他在学校本来就一直不招人待见 老妈再当上老师就更糟糕了 路易斯让他不必担心 他是以本家名字 路易斯比德·施密特申请的职位 没人会认识他的 再加上他戴一顶金色的假发 加上一个性感成熟的美人质 就更没人能认得出他 可即便如此 克里斯就是不同意路易斯去当老师 不过这并没什么卵用 但就现在这情况而言 谢帕特校长并没有把他认出来 反而兴致勃勃地又给他介绍了一遍学校的光辉历史 所以当校长把路易斯介绍给同学们后 大家都对这个性感的金发米囊赞不绝口 当然这得除了克里斯以外 只不过同学们看路易斯的眼神让克里斯有点难受 这可不是什么好苗头 而且这群人在私下一论路易斯的时候也不避无 反而问克里斯觉得新老师的身材怎么样 克里斯能怎么办 只能顺着他们说路易斯是个十足的辣妹 同学又问如果今晚跟他一起回家 想对他做些什么 克里斯淡然地表示无非就是吃饭聊天 然后睡觉呗 其实克里斯说的都是最正常的日常生活 但在同学们眼里可就不一样 特别是当金发路易斯接克里斯放学时 正巧就被同学们看到 他们还以为那俩人要发生点什么刺激的事情 转天上午 同学见兮兮地问克里斯昨晚跟新老师干什么去了 是不是做了什么不可告人的交易 如果他真的得手了 那他将成为整个学校的传奇 克里斯这么一听 果断表示他已经跟新老师睡在了一起 然后就在同学们羡慕和期盼的眼神中 把昨晚的事情给说了一遍 其实没啥好听的 就是昨晚上吃饭和睡觉的场景 可即便如此 依旧对这些青春期的少年少女们造成了不小的震撼 鉴于克里斯的风骚事迹太过离谱 同学们决定把他奉为学校里掌管啪啪啪的神 到处游行 把神迹讲给同学们听 克里斯交到新朋友的事情让路易斯倍感欣慰 只不过他这亲密的亲情举动 在其他学生看来更像是大白天的条件 这就让克里斯不光受到女生们的青睐 更是被男生们追捧到了基底 当晚 梅根气势汹汹地找到克里斯 问他为什么要造河彼得施密特小姐 也就是老妈的谣言 难道他不知道那是老妈假扮的吗 克里斯淡定地表示当然知道 而且他承认说了一些模糊的话 让人们都误解了他脸 但是 同学们觉得他玩得很酷炫 梅根严肃地说老妈很有可能会因此被捕 但克里斯无所谓地表示 他一开始就不同意老妈当老师 这是他自找的 他才不想回到那种没人搭理的状态 这里解释一下 TVMA是美国的分级制度 表示的是18级 又是美好的一天 克里斯照常跟同学们吹嘘 昨晚上到底有多激情 他俩一直折腾了一整晚 压根就没睡觉 给小伙子们听得一愣一愣的 但是 很快就有人问他到底干了什么 克里斯此时还没意识到问题 依旧说着昨晚的日常生活 丝毫没有注意到同学们那已经有些不耐烦的掩饰 同学们再也忍不住 严厉地责问 克里斯昨晚上到底有没有跟新老师扣案 这下可真让克里斯为难住了 他虽然看过数千小时的爱情动作片 但他毕竟还是个黄花大小 一点实战经验都没有 他本想通过爱情动作片来糊弄一下同学 但没想到人家也不是傻 一听就听出来他在胡扯 克里斯本来还想再解释一下 可同学却让他搞一张照片回来 一张施密特小姐的古照 如果办不到 那他就是骗子 当时就给克里斯问懵逼了 而且 如果他办不到的话 那就离开这个圈子 去跟那些有听力障碍的人坐在一起 当晚 克里斯拿着手机站在浴室门外 他一直在纠结到底该不该为了虚荣而去出卖老妈的照片 最终 欲望战胜了理智 克里斯慢慢地向路易斯伸出了邪恶的魔爪 克里斯还是没能下得去手 他再怎么受人欺负 也不能出卖老妈 但就在此时 夸哥竟然从浴室的墙壁里走了出来 他觉得克里斯造成这种局面 完全就是因为他是个孟夫 为了自己的幸福 出卖一下老妈也没啥大事 反正他也想看到儿子幸福 转天上午 克里斯把路易斯的预兆展示给同学们看 当时就给他们震惊坏了 纷纷要求分享一下 克里斯让他们发誓绝对不可以传播出去 黄毛口是心非地表示他们是最好的朋友 当然不会传播出去 克里斯选择相信他们的人品 当即就把照片传给了他们 照片再三辗转来到谢帕德校长那里 当他看到新老师跟克里斯的事情后 当即就把路易斯叫到了办公室 说有个重要的事情要跟他核对一下 路易斯很自觉地就承认了自己的错误 不过吧 他承认的是自己学历造假的问题 跟谢帕德校长说的并不是一回事 他说的是给孩子们辅导功课和教育孩子的事情 两个人根本不在同一频道 而且看着他那个自豪的神情 差点给校长高血压气出来 随着路易斯自豪的表情越来越浓厚 校长一把掰断签笔 让他不许再和学生搭理扣了 路易斯都懵了 这都哪跟哪啊 他还以为校长是在说他学历造假的事情 没想到校长淡然地说 现在的学历基本都是造假 而且他们学校哪有钱 聘请一位真的说是在学校教书 但话又说回来 学生到底是怎么得到他那张裹照的 路易斯一瞅 先是对拍照手法给予了高度肯定 随即便猜到到底是谁拍的照片 他会处理好这一切的 此时的皮特听说了克里斯的事迹后 也不禁感到些许欣慰 他家的猪终于会滚白菜 但没想到路易斯气势汹汹地回家质问克里斯 为什么要造他跟他睡在一起的谣言 最主要的这个熊孩子竟然把他的国照 发给他的朋友们看 这让他怎么在学校里见人呢 如果人们都相信他和学生扣拦的话 那他肯定是会进监狱坐牢的 他必须在明天上学的时候 把事情的真相都告诉大家 克里斯悲伤地说他只是想跟同学们一起玩 自从传播谣言后 他的人气就一直居高不下 让他渐渐迷失其中 路易斯懂得儿子的感受 但请他也要承担起男子汉的责任 勇敢地去面对生活中的困难 第二天上午 克里斯诚恳地向同学们道歉 他不应该造谣自己和老师有意的 更不应该把他的照片传播出去 这一切都是他编造的谎言 李德士密特小姐其实是一位非常优秀的老师 他不可能做出这些事情 希望大家能原谅他 他只是想多交几个朋友吧 路易斯看着儿子 不由得有些心疼 随即出声打破了尴尬的氛围 相当兴奋地表示克里斯的筋骨棒 是他遇见过最大的一根 给学生们都吓坏 路易斯最后不光没反驳克里斯 反而把谣言编得更加离谱 克里斯也又一次回到了巅峰 只不过路易斯却因为猥亵未成年而被捕路易 OK 今天的故事就到这里 大家有什么想说的 可以点个关注 留言互动 爱你们哟 么么哒 众所周知 饺子作为一种食物 他平时最喜欢待的地方就是冰箱里 我把他命名为 速冻脚 话说当年 饺子的老师教孩子们玩捉迷藏 饺子当时就觉得一个涵盖了秘密行动 监视和数学的游戏 非常符合他高智商人的身份 所以当老师问谁先藏的时候 饺子特别积极地举手适应 所以在之后的日子里 饺子总是有事没事地练习捉迷藏 而且还让布莱恩跟他一起玩 只不过狗子并不想玩这么幼稚的游戏 他宁愿睡一会儿都不想玩 所以他就骗饺子去楼上躲 他好睡觉 饺子从来都没想过可以去楼上躲 布莱恩果然是捉迷藏高手 看来他得藏得更好一点 好家伙 差点给布莱恩的狗胆给吓出来 不过饺子很显然没有意识到威胁 狗子只好打了他屁股一下 警告他不许再藏到冰箱里 然而 这并不能降低饺子对捉迷藏的热情 不过当他再次邀请布莱恩一起玩的时候 狗子借口说自己正在准备演讲稿 没空陪他玩 可饺子明明从他那反光的狗眼中看到了配狗的视频 当时就给布莱恩整个挺尴尬 饺子恳求他玩一次就只玩一次 布莱恩只好无奈地探口气 警告饺子不许躲到冰箱 袭击以及那台关上就打不开的保险柜 饺子自信地表示他现在可是高手 不会藏到那么低级的地方 然而饺子前脚刚走 布莱恩后脚就有打开了配狗的视频 两只狗眼瞪得跟两个高清无码的摄像模式 一点都不在乎饺子到底藏在哪里 饺子出门后东瞅西看 正好看到路边有一个行李箱 当时就决定是他了 想都没想就躲得进去 而他不知道的是 这个行李箱正是夸哥的行李箱 夸哥正巧要飞往巴黎 并且要在那里停留48小时 所以当夸哥打开行李箱后 第一眼就看到了睡眼惺忪的脚 夸哥刚下飞机就马上打给皮特他们 把脚的现在的处境告诉了路易斯 让路易斯赶紧来巴黎接他回去 他只在巴黎待48小时 接下来还有一大群姑娘等着他重新 没时间替他们照顾他 路易斯仔细算了算时间 发现从他们动身到底达巴黎 好像远不止48个小时 所以说他们可以把脚子 交给一个值得信赖的成年人照看 而这个人就是他们最好的朋友之一 夸哥迈尔格林随即便挂断了电话 皮特让夸哥好好照顾脚子 他和路易斯正在旅行 没空照看孩子 这给夸哥气的 脑瓜子嗡嗡的 但也实在没办法 只好答应了照顾脚子请求 当晚 脚子看电视正看到兴起 夸哥立马关掉了电视 并让他赶紧睡觉 脚子都无语了 他是很聪明 但还没聪明到哄自己睡觉 夸哥没办法 只能放点音乐让他放松一下 夸哥此时突然玩心大气 他想看看脚子能在床上跳多高 脚子不可思议地看着夸哥 路易斯从来都不允许他这么玩 然后 这两人就像是两只发情期的猴子似的 在床上上穿下跳 镇的家具不断晃动 一点都不顾及其他房客的感受 然后 果不其然 楼下的房客就找上了门 让他们消停一会儿 如果他们不想消停 那就强制让他们消停 吓得夸哥和饺子赶紧跟人家道歉 只不过刚关门就嘲笑人家是个白痴 夸哥和饺子并排躺在床上谈心 他其实很极度角力的天真 不像他似的 在六岁那年就被家里的女管造工夺走了天真 虽然饺子只是个孩子 但夸哥觉得只有他才能理解自己 饺子说当然理解你 随后便打了哈欠 夸哥眼见孩子累了 便让他赶紧睡觉 转天上午 夸哥带饺子来到卢浮宫参观蒙娜丽莎 他告诉饺子 不管走到哪 蒙娜丽莎的眼睛总会盯着他看 然后 饺子就在厕所里看到了一双邪恶的眼睛 夸哥随后带饺子去品尝当地的葡萄酒 一不留神就喝到了晚上 两个人喝得迷迷糊糊 竟然都开始称兄道弟 饺子跟提特的备份就像目的感菜人子 一下子就拉平了 兄弟二人迷迷糊糊的坐上地铁 饺子这时突然发现对面竟然坐着马德林 自己最喜欢的动漫角色 所以当马德林下车后 饺子也赶紧追了出去 此时的夸哥睡得正香 丝毫没察觉到饺子的异常 当列车提示到战时 他才发现饺子竟然不见了 吓得他赶紧四处寻找 这要是找不回来 保不齐路易斯就让他亲眼到饺子老家里参观一下 夸哥抱着最后一丝侥幸回到酒店 只不过东翻西找后也没有发现饺子的动力 他本想打给提特 但考虑到自己小命 索性深吸了一口气 打给了他最不愿面对的布莱恩 布莱恩本来是想调调夸哥两句 但当他听说这家伙把饺子弄丢后 狗子也有点着急 让夸哥赶紧报警找 夸哥无奈地说警察正在举行罢工仪式 虽然他很不想打给他 但没人比狗子更了解饺子 能不能帮他一起找找 他会报销他的一切非议 既然夸哥都这么说了 那布莱恩自然不可能放过这个敲诈的好机会 于是就提了一大堆非常过分的要求 让夸哥有口难言 只能乖乖地答应下 转天上午 布莱恩和夸哥继续寻找饺子的下午 只不过在确定该去拿找人的时候 两个人出现了分歧 布莱恩责怪夸哥不负责任 污附了皮特的信任 他是不是泡妞的时候把饺子拴在门口的树上 夸哥自知理亏 也不好再反驳什么 饺子的失踪全都是他的错 既然夸哥都这么说了 布莱恩觉得再调戏他也不太好 当即决定尽心尽力地帮他找到解 此时的饺子一个人走在昏暗的大街上 迷迷糊糊就走到了拉雪兹神父公寓 这可是他崇拜许久的一个人 正好进去参观一下 只不过墓园里阴森黑暗的氛围 让饺子有去不寒而立 随便一只野猫都能吓得他惊慌失措 只好到处乱跑乱转 此时的他终于想起了布莱恩的好 要是他再跑了 肯定会安慰自己 此时的夸哥和布莱恩正巧走到了墓园门口 夸哥意识到走散前他们就打算来这 所以当他们进园寻找后 马上就看到了蹲在纪念碑前哭泣的景色 不过为了照顾饺子的情绪 布莱恩承认他捉迷藏的技术真的很棒 找了这么久才找到他 夸哥就是因为找不到他才特意的自己喊了八年 多亏了狗的嗅觉 才能准确地找到他 这是他见过的最棒的藏身地点 做迷藏玩家 OK 今天的故事就到这里 大家有什么想说的 可以点个关注 留言互动 爱你们哟 摸摸打 众所周知 小子的头除了是橄榄形 它还可以是圆形的 但是你们见过方形的吗 话说当年 据原格新闻报道 著名童星贝卡将发布他的首张单曲 一首听起来就很色色的面朝椅子 小子开心坏了 他忘了没想到贝卡居然出了第一首歌 他可是自己的超级偶像 自己对他的爱已经超越了真爱粉 甚至还在小丁沟上方闻上了贝卡的爱称 纵观贝卡的整个职业生涯 从他小时候饰演儿童剧中的小猪开始 自己就一直喜欢着他 布莱恩不敢相信这竟是同一个女孩 那是肯定的 贝卡可是我的真命天女 超级巨星 啊这就对了 我早说他长大会很辣的 小子鄙夷地看着布莱恩 你这话说的太不合适了 Ded and did that 饺子作为贝卡的真爱粉 他经常用他的新歌来录制小视频 不过看他这个浪劲 贝卡的歌应该正常不了 布莱恩觉得这歌对小孩子来说太无了 饺子不高兴地让他好好看看歌词 敲敲门 有你的包裹 收件人士 小心打开 把包裹放到你的椅子上 这很明显就是个普通的开箱视频吗 OK 随便你 我现在要去房间里吃我的塔克饼了 饺子说不应该吃垃圾食品 贝卡教他们吃有机食品 因为那更环保 布莱恩一听就急了 我尤其只有买塔克饼和可乐的钱 你这是怎么了 怎么什么都听一个明星的 难道你不觉得把个性过多的依附于一个名人 是很不健康的行为吗 你应该有独立思考的能力 饺子这下不高兴了 你一个只要听到开灌气声音就窜出来的人 还好意思教育吗 你永远都不懂 贝卡看到的世界是你永远都看不到的 明天他就要来原格式开演唱会了 你跟我一起去吧 正好可以让你看看贝卡到底特别在什么地方 布莱恩才不想去看什么狗屁演唱会 听上去就很糟糕 在原格会展中心内 贝卡在上面进歌热舞 饺子在下面疯狂扭动 跳到兴起的时候 掏出手机 然后就拍了一张跟偶像的合照 并且佩文给我最爱的猪猪献上祝福 然而正是这个举动 给饺子带来了无尽的折磨 这到底是咋回事呢 贝卡在中场休息刷手机时 无意中看到了饺子发布的照片 贝卡当时就不开心了 他以为饺子是在嘲笑他胖的相助 又或者暗指他多年来一直想摆脱的那个标签 可不管怎么样 这都很没礼貌 一点也不好笑 饺子看到偶像回复还挺开心的 但很快就发现他误会了自己的意思 粉丝们也纷纷谴责他这个口出狂言的人 饺子本想赶紧道歉 但无奈账号被人举报封禁 而且贝卡还把他的照片公布了出来 吓得饺子二人赶紧离开了会场 转天上午 饺子愁眉苦脸地看着手机 经过一晚上的发酵 事态不光没有平息 反而愈演愈烈 跟名人们形成了一种很强的联系 所以当你侮辱他们的时候 就相当于对几千人宣战 可我只是想解释一下呀 为啥没人愿意听呢 那只能祝愿你赶紧平息这件事 不 并不会 你根本不了解贝卡粉丝 现在只能是主动对他们示好 伸出和平的橄榄枝 那你想干什么呢 我特意为贝卡和粉丝们 录制了一个道歉的音乐视频 希望他们能喜欢 这里咱们就不放了 有兴趣的可以去21季第8季观看 饺子的初衷是好的 但效果却有点适得欺负 自从饺子得罪贝卡之后 不光粉丝们声讨 就连幼儿园的小孩们 都开始疏远他 排斥他 饺子只好一个人 在旁边孤独地玩着游戏 受不了折磨的饺子 决定离开这个伤心之地 无论别人说什么 都不会让他改变主意 这件事的风波 已经让他的生活变成了地狱 再也感觉不到一丝安全 所以今天必须和鲁伯特 一起出去避避风头 他们要去山里的一个寺庙 出家修行 拔掉所有电子产品的插头 修身养性 当然了 有个东西是一直插着的 听着孩子 你遭遇的事情很不宫廷 因为我认识的饺子是个好人 我想让你知道 我是站在你这边的 谢谢你布莱恩 那你可以发到网上去忙 一个网络上的盟友 对此刻的我非常重要 有人站出来公开支持我 也许会让形势有所患 话虽如此 可不管饺子怎么说 布莱恩就是不正面回答 一直逃避饺人的问题 他的话可不能让别人听到 相信饺子会自己撑过去 在心底永远支持他 饺子已经对这个社会失望至极 他想拿完行李后就赶紧上路 他们竟然把鲁伯特给炸碎了 饺子心都要碎了 那个贝卡明明什么都没说 因为他知道粉丝被煽动起来后 会做出什么事 但他又一直保持沉默 像是默许的一样 布莱恩不明白那些名人 当他们不喜欢什么事实为啥 总喜欢把粉丝的情绪 作为武器来摧毁别 转天上午 布莱恩本想安慰一下饺子 但开门后发现 他并不在房间里 但在墙上贴满了 关于贝卡的新闻 最新的一章是 关于他要在原格式 星光大道上留下手印的新闻 布莱恩马上意识到 饺子想要干掉贝卡 必须得赶紧去阻止他做闪事 在原格式市政厅前 大荒维斯特市长 作为此次颁奖大会的主持人 虽然他听不懂贝卡的歌 但还是为他和粉丝们 送上了祝福 饺子此时正好来到会场 布莱恩也着急忙慌地追了过来 让他不要轻举妄动 饺子人都傻了 他没想怎么样 只是想跟他聊聊 只需要一次真诚的谈话 就能挽救这个混乱的局面 饺子义正言辞地说贝卡 和他的粉丝毁掉了自己的生活 这一切本可以避免 但他拒绝听任何解释 反手就把自己的照片公布了出去 并不是所有的冲突 都需要公开解决 那些盲目听同他说的一切的人了 你们应该感到羞耻 什么时候一个明星变成宗教了呢 喜怒无常的流行歌手 不应该决定我们的想法 我们喜欢谁 讨厌谁 与其听明星的话 还不如拿出同样的热情 来听听科学家的话 也许这样才能让世界变得更美好 话虽如此 但粉丝们很明显并不买账 纷纷叫嚣着让他滚下去 饺子现在终于明白了 错的不是明星 而是那些愚昧无知的粉丝 不值得自己去拯救他们 布莱恩劝他看开点 人都需要与别人建立联系 有时能找到这种联系的地方 就是在网络上 在与民人的准设交关系中 饺子只想让鲁伯特 能重新回到自己的身边 狗子此时神秘地说 让他见一个人 然后就掏出了完好的鲁伯特 布莱恩说 他已经缝补好了鲁伯特 虽然外表看上去 跟原来没啥区别 但还是有些不同 他已经丧失了短期的记忆 对那场爆炸没有任何印象 饺子接过鲁伯特 对布莱恩真挚地说了谢谢 整件事全都因他而起 责任都在他身上 OK 今天的故事就到这里 大家有什么想说的 可以点个关注 留言互动 爱你们哟 么么哒